厚食饱满的肉块在肩盘上紫紫作响 搭配清爽的蔬菜和特制酱料 还有大众喜爱的复餐 这是松沙文创园区内的 铸店汉堡餐车美食 从食材到包装一一兼顾 让民众吃得好又能感受其中的细腻度 还有来自台东的红乌龙茶 或是创新淡气茶和茶香槟 清香回甘的青草茶手摇饮等 都在松沙文创等民众来挖掘 第一开始是算是有平常在这边认识 然后有接洽到松沿这边的单位 然后因为这边一直是以文创为主的一个地方 然后因为自己也住在这附近 然后一直以来大概知道松沿这边晚上比较 好像没有餐饮的单位在这个点位进驻 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 就是想说让美式餐车这种比较新的东西 然后跟松沿的这个骨鸡结合 然后进来这边做一个不一样的品牌快餐 然后我们的汉堡的话主要是强调我们 几乎所有的食物都是我们自己纯手做的 包含面包我们是委托我们自己认识的面包工作室 然后像酱料的话 然后像以大蒜美乃滋来说 美乃滋的部分我们就会从蛋黄开始去做大 然后比较不会用尽量少用现成的食材 然后像牛肉的部分啊 我们也是不像一般市面最常见是做纯肉汉堡 我们有自己我们独特的混料 就是保持肉的缩水程度 其实这边是很多就是人潮聚集的地方 也是文创产业就是红博 就是大家会强的想要进来进驻的一个园区 那主要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客群就是很符合 就是我们品牌的调性很符合园区里面的客群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到这边来做一个推广 我们是一个80年的青草老店 然后我是第三代本人 对所以就是因为现在的青草文化很快速的在消失中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它透过就是一个美感的呈现包装设计的部分 然后还有就是品质溯源这一块 然后去把它精致提升去推荐给就是更多的城市里面的年轻的消费族群 我们的茶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有食安的意识了 所以我们其实是采取一个产地溯源 那我们溯源以后呢就可以马上采收 然后就洗干净做成茶包或者是其他的商品 所以我们现在城市里面的客人也比较不会像以前阿公阿嬷的做法 是会把东西拿去洗干净再拿来煮 所以我们透过制成其实都已经让客人已经推免出这些步骤 就可以直接把茶很干净然后直接泡来喝 而且它无糖无咖啡 可是喝起来都会有植物的香甜 所以除了茶包浴包都是本来的基本用法 那我们也因为产地溯源的关系 我们开始把它做成一些比较香氛类的产品 比如说像我们的香氛精油喷雾啦 然后还有其他的曲纹包这一种商品类的 那我们现在也很积极的在开发把青草跟永续这一块做结合 因为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青草渣 就是我们煮完茶以后产生的这个热色 其实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永续的题材 228年假四天 云区集结多档精彩展览 手作活动及特色美食 同时推出长期生活在园区生态池的动物明星松岩鸭 其IP角色松鸭嗓化身成园区导游和吉祥物 导引民众到处认识 中山文章园区还是有很多好吃好玩 可以上一些课程的一些内容 包括一些很好看的一些展览 像酒酒展啊 还有这个风之谷的园游会啊 其实蛮多的这个很好的内容都欢迎这个大家可以一起来 那也有一些好吃的这个最近这个进驻的这个淘酒吧 还有这个在这个玉音室的这个光衣 这个很多的好吃的这个也可以一起来这边这个参观 然后之后呢能够有一天的这个行程 包括手作的课程 包括一些文创的商品的这个内容 都可以欢迎这个大家 这个西老代幼 这个非常适合 有室内的有室外的 这个空间可以让大家在这边 主播大家游玩一天 包括这个八八小卖所 可能你那个灯会没有排到队 还可以趁这个二二八年假 赶快再来这个 尝一下这个八八小卖所的这个汉堡 都是现做的 松鸭赏因为是我们新的这个 一个一个新创的一个IP的这个 我们松鸭亲情的导游 那其实刚才讲的那个 北瓦手作的这个这个这个松鸭赏 它就在我们的那个服务中心 可以看到它的中影 那其实在很多地方 我们也这个把它这个 这个让大家可以来见面 包括生态池边 告诉大家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包括这边的一些景点 包括古迹的介绍 都有松鸭赏的中影 欢迎大家可以这个趁着原价 也可以来遭到它在园区各地的触摸 园区从2017年起连续六年 荣登台北市观光游戏 居典游客人数冠军 同时被网友与游客 Google评论称赞 汇聚文经与艺术性的观光景点 欢迎民众有空来走逛 记者温君台北不到 计刘